3月是白老徽演出季的开始 经典剧目日落大到本周末回归 担当主演的是托尼奖最佳女主角得主 格伦·克洛斯 这部音乐剧在1985年独揽八项托尼大奖 作曲家更是曾写下经典剧目 歌剧魅影猫等著作的安德鲁·劳埃德·韦伯 是音乐剧爱好者不可错过的演出 正在纽约举行的法国电影节 20多部风格迥异题材广泛的法国电影棋剧 每一部都是从各大国际电影节中 精心挑选出来的优秀作品 观众可以体验到充满浪漫气息的法式情怀 除了法国电影还有法国的著名导演 现场开交流研讨会 纽约最精彩的冬季必去地点之一 布莱恩公园冬季村 在春天的缓慢来临中迎来最后一个周末 除了逛礼品集市体验免费滑冰 品尝风味美食之外 附近的Lady M蛋糕和Royce Chocolate 也是不少人的必点品 最近附近新开的Whole Foods 更是颠覆了传统的精英模式 如同美食广场 集合名厨美食 以及俯瞰布莱恩公园的事业 成为了纽约客新的摆拍地点 体验一场纽约巧克力之旅 从风格独特的美食广场Chelsea Market开始 旅途中会经过以美剧爆红的Magnolia Bakery 也有不少纽约新兴的知名店家 无论是经典的松露巧克力 还是奇特的咸焦糖口味 都能深深挑动甜点爱好者的味蕾 第七届纽约啤酒周 纽约最好的啤酒派对 可以一次品尝到 来自20多家酿酒厂 带来的40多种不同的啤酒 除了新鲜加酿 还有各式特色零食小点相伴 不过美酒虽好切磨摊杯 要不然身体可会亮起安全警报 每天纽约客消费最多的饮料 莫过于咖啡了 从今天开始 星巴克的马七朵咖啡 推出买一送一的优惠 一连五天 从下午两点到五点之间 无论大小冷热全都买一送一 喜爱这款咖啡的朋友 可以拉上好友一起去分享了 新唐人机车雨婷综合报道